大家好 我是三喵 这个鞋小尾巴上岗 那个嗓子还是很难受 大家多担待 就是聊一个找骂的话题 叫这个考研 因为这个之前也是有朋友说 三喵 你来聊聊这个吧 的确啊 这个虽然前一段时间 真的是卧病在床 这个垂死病中呼坐起 笑问刻从何处来 但是这个也经常能够看到 这种事情 被这种刷屏 然后你能看到的 很多很多的事情是什么呢 就是 你作为一个outsider 你能看到的是 多少多少比一 这样的一个录取力 可能是多少多少万比一 或者多少多少百比一 这样的一个录取力 那么有人说 现在这个考研已经 变成了这个第二个高考 是这个是第二个 这个千军万马走都木桥 那有人说三喵 你对这事怎么看 哎呀我能怎么看呢 用眼睛看呗 其实你要你要说起来啊 这个我当初也是帮我一个高中的这个 呃哥们啊 对于他的这个考研也是做过一点点微小的贡献的 那么为什么要这个帮他的考研做一点点微小的贡献呢 哎呀说起来那是因为我高中的时候被家里给毒打的 我跑到他家里去借宿过几天啊 那哥们真的跟我是过命的交情 对吧 这个后来上了大学之后天各一方嘛 我在这个北京 他在这个郑州 哎但是我们也一块看球啊 聊球啊 这种事情 后来他说那个他想考这个考北京的这个学校的这个研究生 而且是要跨专业那么我就是稍微懂点的东西 我是力所能及的就给他一点点的这种帮助那么尤其是这种英文了 对吧 这个呃 我这个英文虽然是老北京口音吧 但是这个也没有那么的差 所以我就告诉他你怎么样去这个准备你的这个考研的英语 当然这种事情我讲的很少 我告诉他你怎么样把你的英语扎扎实实的给学好他啊 因为这个我也跟他说你如果将来你真的要做这个 他是要考这种电力啊 这种供电这方面的这种研究生 我说你将来很多电力软件你可能是要用英文的东西 你很多很多的数据你是要用英文的很多很多东西 你这个英文就是你会了以后你就是在这个领域里面 你能够看到别人看不到的东西 对吧 所以你是要把英文给弄好的 然后跟他讲你怎么样把英文给这个弄好 还是我之前在节目里头跟大家分享过的一些东西 你比如说这个什么来着 这个啊 学任何东西啊 这句话我再重复一遍 学任何东西 关键在于这件东西本身内部的这套逻辑 这套思维 这个结构 而不是说我学会它我能怎么样 我如果不会了 我会怎么样 学任何东西 放下很多很多这样的我值 放下很多很多这样的焦虑 去直面这套东西 所以我当时跟他说的是 咱们慢慢慢慢的去把英文给提高掉 那哥们应该是这个大三下学期 开始有这种想法吧 然后我就跟他说你慢慢慢慢的 你花几个月 你先把这种英文咱先上个道 对吧 然后那个什么 然后这个你再 你花那个大概到大四的上学期 你可以花几个月的时间 你把考研的这个英语这个东西啊 就大三大大四 那个暑假的时候 你慢慢慢慢的 你把这个英语的这种打底字 开始往考研这方面来做 这都可以啊 但是这个一开始那哥们就是很焦虑啊 然后也是这个 虽然跟我看球的时候 看的挺好的 我们经常打赌 赌哪个比赛 这个谁能赢啊 这个谁要是这个赌输了 欠对方一顿饭 要是这个怎么怎么着的话 那就是那个什么暑假见面的再说 就这样 然后这个 但是哎呦 看球的时候 这个都是自由奔放 这样 但是哎呦 一遇到事吧 就还是那种 就是 还会很紧张 我能理解这种心态吗 就是 可能这个东西很重要 很难很难 没有这种心态 即使这样 我还是要说这句话 学任何东西 谁能够尽早的病除这种 就是 我如果学会了 就怎么着 学不会 他 我又能怎么着 谁尽早的病除这种心态的话 谁可能就 更快的能够进入学习的状态吧 然后他呢 就 很难去放下这种心态 然后 也是说 有技巧没有啊 这个能不能 这个作为一个模板没有啊 我兄弟 那你这样的话 你自己上网去找去 是吧 然后 第一年考研的时候 英语没考好 那哥们考了20多份啊 这个 这个就 挺绝望的啊 然后其他功课 当然也没考太好 后来 这个考研一般都是 这个冬天嘛 我记得他那年应该是 这个 也是12月1月份 后来他跟我说 他想明白了 然后说 用一年时间 再准备准备 说这次听你的 这次听你的 我说你给我老老实实的 你给我把这个英文这套东西 对吧 才是先 在这个 七八月份之前 你给我把英文的这套 基本的逻辑给我搞好 考研 我不要求你这个 口语跟听力有多牛 你先把阅读给我上道了 行吧 对吧 这个我就扔了他几本 那个国家地理的过刊啊 因为他那时候也毕业了嘛 北京那个地方 哎呀 海淀如果这个北北京 在北京上过学的朋友 你们应该知道 那个海淀有很多那种地下室的那种连租房啊 就那种当时很多考研党啊 包括那种出国党可能也都住过那种地方啊 然后这一种我就我就给他找了一个那种地方啊 然后委屈兄弟一下啊 然后这个周末带你去吃好的 然后就是给他一些国家地理的过刊 我说你给我看这些 然后包括一些我觉得还不错的非虚构的文章 所以我一直非常坚持让他去非虚构文章的这种阅读和写作 我就我就跟他讲这些东西嘛 然后后来他到了六七月份的时候忽然就说哦 我感觉我英语好像挺那个什么的了 然后他再开始去弄考研英语 那其实考研英语很扯的啊 但是他有很多很多的这种非虚构的这种阅读啊 这这种成分 虽然他那个我们也知道考研英语那个写作 那个就是那个看读写话特别特别的扯 但是整个的英语底子打下来之后 我说你再来去弄这这套东西 你之前的那个时间你宁可去弄你的数学 弄你的这种电路这些东西去 所以说后来这个英语第二年考了将近八十分 这个成绩啊 这个还是相当相当不错的成绩了 满分一百 这个很多学生 英语我记得好像是很多学校这个五十多分 就已经很高很高了 对吧 考八十多分了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我帮那个哥们去考研的 考研的一件往事吧 但是时过境迁啊 到了现在这个考研这件事情啊 跟那个时候已经不太一样了 你要是说起来我那个哥们是什么特点呢 他是那个哎呀这个可能高考的时候吧 这个可能也也的确是那个没考好嘛 然后那个可能那个学校专业都并不是那么的满意 所以说希望通过考研考到一个更好的学校 然后去考到一个这个更加能够的确啊 进体制内啊或者怎么怎么着这样的一个专业啊 这哥们是这样的一个想法 那么现在你要说考研 那本质上讲看来也是这样 但是也不完全是 很多的那个考研是什么样子呢 就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我就是想考个研 因为反正我找工作也找不到 就是当你要干这件事情的时候啊 你为什么要干这件事情 一方面就是我要让自己变得更好一点 另外一方面就是我别无选择 那这个是完全完全不一样的 那这个工作都找不到是什么造成的 那么当整个社会这种工作都是大面积找不到的时候 那么当然了考证研究生 它也未必意味着一个好的这种工作 那么当然了 那这种情况下也会造就很多很多 就我所了解到的啊 就是那种我看上去很努力 但是这种努力都是拿来去填补自己的焦虑 但是这个最终的这个整个的结果并不是那么那么的好 而这个考研本身啊 这个试题 说句惭愧的话 我看过 而且我还改过一些啊 这个如果说专业课这些东西啊 多多少少是能够反映出一些这种水平的 你比如说这个有机化学考研 上来第一题就是命名啊 命名用英文法怎么怎么着 然后比如说还有让你去写这个反映机理 对不对 然后这种合成 然后包括那种普图识别 这种东西 这都是一些基本的这种专业的东西 那古生物的那种考研 比如说这个中科院第一题让你写出 从那个寒五纪到现在 到那个第四纪 还是到全新式吧 所有的地质年代 英文名称都写一遍啊 然后这个旗子年代 这都是一些基本功啊 这样的东西 这个我觉得毫无问题啊 但是这个在中国考研吧 有两门课是绕不开的 一门叫政治 一门叫英语 这个政治吧 哎呀我就不想说什么了 对吧 这个 我觉得我那哥们考研还算是比较幸运的 那考那个时候早嘛 这要是现在考的话 我特别同情现在考研的这些孩子们 因为这个随着时代的变迁 这个要背的东西越来越多 越来越多 越来越多 而且要背的这些东西 自相矛盾之处越来越多 越来越多 越来越多 所以说这个东西 要花很多很多的这种时间跟精力 真的是让人非常非常的切齿痛恨 这个 你可以认为这是中国特色 那有人跟我说 那美国的很多很多 那也考他们的这种价值观 请注意那种价值观 跟这种强行灌输 那种教条的那种所谓的政治 能是一回事 对吧 这是其一 那么其二 这个英语 很多时候他考的 所以我当时 我建议那个哥们儿去读那种 非虚构的阅读 其实也是希望他从英语 当中找点这种乐趣来 考研英语本身 他没有任何的乐趣 他也没太多的道理可讲 这不是之前有一哥们儿跟我说吗 完形填控考研的 他去让他那个美国籍的 这个太太去做吧 20道题 他太太对了11个 就这 对吧 这个你要让我做的话 可能我能对的多点 或者怎么着 谁知道呢 所以那哥们儿能考个七八十分 我觉得已经特别特别的不容易了 所以说这个 你说他有什么道理可讲 但是这个整个整个的 这个考核的体系 不完全是这个能够衡量出一个人做研究的这个基本的这种能力 他就是很多情况下是为了淘汰而淘汰 然后这种为了淘汰而淘汰之后呢 很多人是这种为了不去工作而不去工作 所以这种事情就变成了这个你可以说这个参加考研的咬牙切齿 而这种做考研培训的是这个大发奇才 而这种真正社会上的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 到最后大家卷来卷去 那么在这种时代 在这样的时代 那么还是这个你要是让我说的话 那还是这个谁能够去直面这个知识 就是少去想太多的我学会了它能怎么样 我学不会它又能怎么样 少点这种想法的话可能多多少少 能多学点东西 那么至于多学点东西 对自己有没有这种immediate benefit 有没有这种直接切实的这种好处呢 这个就不是我这种学渣能够回答的了 那么行啊 今儿这个话题没什么道理 没什么故事 就随随便便聊了这么多 知道会被人骂 那咱们就这么着 谢谢大家 欢迎您订阅我的频道 点亮小铃铛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